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发根吹向发尾 吹风机吹发根稍作停留 三 必须地由上而下拨顺 这样的操作就完成了 中分刘海将两侧刘海集中向上与头皮垂直 拿起刘海规规喷胶 从发根喷向发尾 喷均匀之后 拿起吹风机 由发根吹向发尾之后呢 向左拨顺 向右拨顺 依需在由上而下拨顺 发尾如果向前弯曲 可以将发尾扭转向后 完了之后呢 稍微再拨顺 分出中分的线条 这样中分的碰度呢 就自然而蓬松 不会扁塌 刘海规规喷胶 喷均匀之后 吹顺 最后你要决定你的发尾的方向要往哪边 向左拨或向右拨 拨完之后呢 吹风机帮忙协助 从发根的地方往发尾的方向 活顺 这样斜刘海也就乖乖听话咯 当我使用完刘海乖乖喷胶之后 发现我的刘海变得非常的柔顺 而且非常好整理喔 我觉得啊 乖乖喷胶它最特别的就是啊 我使用完以后 我的刘海很轻盈 可是它就是支撑感就是非常的厉害 然后出去的时候大风吹就不会乱掉 可是它又不会就是像一般发雕一样硬硬的 不用三分钟我的刘海就整理好咯 而且呢 弧度也很滑顺 也不会像以前啊 都会有尴尬的僵硬片条 然后我最开心的是 它已经不会再毛毛燥燥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